陶太 你真是一個善良的好人 雖然你跟陶先生每天吐嘴 其實你們感情好得很 你當然不會懷疑陶先生呢 可是我還是要拜託你 讓我把那天的情形說出來 不然我的心裡會難過的 你說的那一天 就是老陶打次幫的那天吧 陶先生跟你說了 我們做了二十多年的夫妻了 還有說嗎 用心裡一感應就知道了 其實那天是因為我來攤子 等不到陶先生來做生意 所以才跑到你家去看看 結果我看到陶先生一個人在喝悶酒 傅峰也不知道去哪裏 傅華又還沒吃晚飯 所以我就留心來做晚飯 陶先生是怕你在醫院 又要擔心家裡的事 叫我不要跟你提 後來陶先生喝多了 趴在桌上睡著了 傅峰又一直沒有回來 所以我就陪著傅華 在那邊等傅峰 等了一會兒才走 許太太 我還真不知道要怎麼謝謝你呢 你知道我們家老陶那個脾氣 這一發作起來天塌下來他都不管啊 我們家傅華啊從小膽子就小了 一看見他爸發脾氣啊 嚇得魂都沒了 那天呢還好你不在 不然的話 還真不知道我們家傅華 該怎麼樣了呢 所以啊真的謝謝你了 陶太你不要這樣說了 該說謝謝的是我 你們才真的幫了我好大的忙 如果連這麼一點忙 我都不能幫你 那我哪還有臉 留在這裡給你們幫忙 許太我可真生氣了 我早就跟你說了 從現在開始 這攤子是咱們倆一起的 什麼已幫我我幫你的 而且啊 我不許你再說什麼 動不動就是不幹了的事 我知道我知道 不提不提 咱們一塊兒努力啊 范蘇佳 跟我來 一塊兒努力啊 很好啊 你那麼太久 我倒沒有啊 我跟什麼 烤香草 豬腦袋啊你 我說暑假的味道啊 暑假男傻的味道啦 我都忘了 你現在應該只聞到戀愛的味道 怎麼樣啊 孫一美 戀愛的味道如何 馬馬虎虎啦 沒有想到孫一美談起戀愛變得這麼斯文 怎麼樣 小兩口暑假的第一天有什麼計劃沒有啊 我們去看電影好不好 不不不不 我們去冰宮溜冰 用我們班上的爆牙給了我四張招待券 是喔 一起去 一起去 阿姨 算了 算了 你們兩個好好談戀下去吧 我才不當心能跑 閃啦 閃啦 不胖 不胖 好 謝謝 你要看電影還是要去溜冰 都可以啦 你選啦 你選啦 去冰宮溜冰好了 可是我沒說談戀愛最好要看電影耶 好 完蛋 那我們去看電影好了 完蛋 那我們去看電影好了 完蛋 幹嘛啊 全都沒有了 你很奇怪 買了爆米花又不吃 害我吃的好撐喔 他為什麼就趕快坐下 就桃園 是 走來走去 走去 前面的 請你們有點功德心不要妨礙別人看定 好嗎 阿公 吃啊吃啊 吃啊吃啊 我吃就要化了 不要再想起了啦 快吃吃的 吃完以後還要吃什麼 阿公來賣父 阿公來賣給你吃 喝 好吃嗎 笑一下啊 怎麼可能笑得出來啦 還人家結局都沒看到 怎麼讓人家看電影繞來繞去的 我怎麼知道後面剛好坐你們兩個 回去不要跟你們母親說 為什麼 你們不要說就對了 來啦,這兩天拿去拿去買水衣 喔,阿公跟女生約會不敢給生媽知道 沒有你的事,哭哭沒話 阿公,你自己做錯事幹嘛打人 我,我以前做不到什麼事 我一個女兒,我現在又沒有媽 靠一個女兒朋友看一個電影 我是哪裡不對 看電影,我看你們兩個明明就 很噁心,我不想說啦 一美啊,你還想不懂 大人這樣是很正常的啊 尤其是,是大人在談戀愛的時候 那就更正常啦 阿公,你怎麼六十歲了呢 你這樣談戀愛會丟臉,會被人家笑啦 說什麼話,六十歲還是怎樣 六十歲就不是人家笑 說話跟你們老婆都一樣 我六十歲都不能做 我沒辦法貴氣來死死了 阿公,你不是這個意思啦 不是什麼意思 我沒辦法拔亂來 你們兩個呢 兩個小孩不太長大人 你跟人家拔亂來 尤其是你這個小豬哥 你用你吃飽營營的不去託 但你跟我們大漂亮的哥哥長怎樣 阿公,我... 阿公 不用點你嫁成功啦 旁邊女人,你頭上上衣,你不知不知道 我告訴你 我們大漂亮的是很短信 你不能點怎麼亂來笑聲 笑聲是不是啦 不用點地區 不然你帶他去整間大媽媽的電影 要做什麼 現在找機會吃豆腐啦,對不對 阿公,你不要亂講話啦 你阿公說得一點都沒錯啊 男人不管多大年紀啊 心裡想的都是一樣的 他們帶女孩子去看恐怖片啊 就是想趁機握你的手 揉你的腰 好讓你躺在他們的懷裡 他們就可以為所欲為啦 衰美,你... 你約我去看電影 然後又把我爆米花搶走 你... 唉唷,你也太色了吧 我... 我... 阿公,都是你啦 真可惜 男的敬藝球卻沒有觀眾 什麼叫男的敬藝球啊 來挑一場啊 累了,下次吧 切 考完啦 不會還是勝不了高三吧 唉,隨便啦 反正在多念幾年高中 也不賴啊 至少不用去當兵嘛 想得這麼開 可是逃背逃媽 就不想那麼開啊 唉... 這麼煩人的事情 等放完暑假再說吧 你打算怎麼過你的暑假 很簡單啊 早上去菜市場幫我爸栽菜啊 然後呢 然後幫他洗餐啊 然後... 然後睡個午覺吃個午飯啊 然後... 就無聊的要死 唉... 還是以前比較好 以前啦 在這個時候 我們已經在後山打棒球了 偏偏那個時候呢 大家都急著長大 現在長大了 大家都很多事要做 好像只有我沒有喔 誰有事做 所以一美跟馮邦雄去約會啦 好小動呢 去金山看泳裝 又沒有人陪我敲桿 幾空呢又... 幾... 怎麼 把它說完啊 幹嘛一副說錯話的樣子啊 我就是怕說錯話 免得你難過 我幹嘛要難過 你不擔心他嗎 他這樣突然不見 大家都很擔心又不是只有我 那他有打電話給你嗎 你不是要許媽 轉告議員跟你聯絡嗎 你幹嘛偷聽我說話啊 我哪有偷啊 是剛好 而且... 我... 不只剛好聽到你們說話 我還剛好... 曹芳你今天是怎麼樣 講話有一搭沒一搭的 我看見了 我看見了 看見什麼 他欠你啊 今天在你家 我看見...他欠你 你... 那你呢 我怎樣 你喜歡他嗎 不開心 不開心 那我呢 你什麼 你喜歡我嗎 你喜不喜歡我 好高年無聊耶 好... 你好... 所以你喜歡他 看了行李都是你 忘了我是誰 要不然 为什么让她亲你 要不然 为什么不让我亲你 YES 倩 我喜欢你 我真的好喜欢你 倩 我爱上你 来了 忘了我是谁 忘了我是谁 我说老太多啊 你要不要去洗个手 进房躺着歇会儿 做酒的不好 我去躺着 那这饺子馅 自个儿会走到 那饺子皮里去 你这人 我是心疼你 我怕你累 你才刚出院 不要有泪珠病来了吗 医生都说了 我好了才让我出院的 出院了就代表好了 好了出院 出院好了 你明白了吗 你瞎操我什么戏也不得了 我叫你歇会儿 我是因为 咱们晚上还得干活 我关心你呀 你跟我绕上几口令 真是莫名其妙的 来 走 喂 你那位 许泰啊 我们家那只母猫虎好得啃 它马起远来了 还是中气十足的 气如红中 力道如牛 好好好 你等会儿啊 许泰问候你 那我来跟她说 别麻烦了 我说 徐太 你说什么 要不要紧啊 你得当心点啊 要不要我过去看看你啊 给你带点吃的还是什么的 这是不能太大意啊 这身体的健康是马虎不得的 好好好 这晚饭你就别担心啊 一会儿我叫富邦送过去给你 你好好休息啊 好好好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徐太好像病了 她说她头疼发晕的 她一站起来眼前就是一阵冒金花 昨儿瞧她还好好的呢 是感冒了还是中暑了呢 头疼发晕呢 好像是中暑了 也难怪天那么热 还不是因为你住院这段时间啊 人家徐太可是没日没地在帮我 她白天过来包饺子做午餐 晚上还得赶到摊子去赶活 八成之类出病了 听你的意思是怪我呢 谁怪你了 你不知道啊 现在徐太住的地方啊 她跟人分租一个房间是铁皮搭的 这太阳一晒就变成烤线了 能不生病吗 我劝了她好几回叫她搬 她说房东太太好 她舍不得搬 说穿了还不就是因为房租便宜 房租便宜也得能住人啊 你说是不是 这下可好 议员不在她身边 她现在又病了 一个人没人照顾 你说她一个人没人照顾 会不会怎么样啊 什么怎么样啊 我是说她现在一个人 她生病没人照顾 你要不要一会儿绕过去看看她 你不是说我该多休息休息吗 那你刚才自己不是才说吗 你好了医生让你出院 出院就是好了 好了出院出院好了 那既然好了就是代表没事 没事就要多活动活动嘛 老挝在家里那怎么行啊 杀我个回马腔啊 这是六月债还得快还是怎么着 什么都让你说了 一会儿让我休息 一会儿让我活动活动 真是莫名其妙 自相矛盾 去去去 你 陶太 我好心给你通风报信的 别让人家看了老公 还在那边傻乎乎的 把人家当成好人看 我告诉你啊 我亲眼瞧见啊 人家背着你 三晶半夜的 把你家当成自己家 进进出出 在那边勾搭老唐 去去去去 新模走 新模走 滚在一边去 我是因为你刚出院 我不跟你计较啊 滚就滚 什么稀奇 来 您的打卤面好了 谢谢 来来来 慢慢吃啊 老板娘 三层熬点吧 好多了 谢谢你 谢谢你 我不是才刚出院 怎么就回到摊枕上帮忙了 我已经好了 这阵子啊 真的是闲得慌 还是来帮帮忙啊 心里踏实一点 陶太 您不在的时候啊 多亏了习太帮忙 他这样人呢 他今天不舒服在家休息呢 可是啊 嗯 能不能住院那段时间啊 你们家老唐可忙的呢 多亏有那个许太太来帮忙 嗯 许太可真能干呢 老唐 你 谁在呢 一碗打卤面 二十个水饺 老唐啊 这两盆小菜怎么算的呀 不都寄在单上吗 对了 现在要寄单子了 看一看 看看 五十块 谢谢您了 快点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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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走啊 慢走 喂 刚才那一盘小菜是十块 你没记错吧 十块 你不是说小菜 现在一类都五块吗 圆盘是五块 椭圆盘的是十块嘛 你 你收了人家多少钱 糟了 我少收了十块 你 哎呀 哎呀 你们也是弄那么麻烦干什么呀 怎么会麻烦吗 现在小菜只有两个价钱 你光看这盘子的形状 就一清二楚了嘛 一千好计多了 人家许太想了半天 这样最省事 最不怕计错账啊 没事记什么账啊 就这么几张桌子 我们有两三个人 说一说不就记住了 这忙都忙不过来了 还得写字 这不是没事找事 开单人有什么不好啊 每天晚上我们回家接账的时候 不是一目了然 你都不知道啊 你不在的时候 我们俩有时候 真是忙不过来 多亏许太人家不怕麻烦 想出这个好招啊 我们俩才忙得过来 一次都没记错过 哪桌该上什么 哪桌点了什么 要不我们俩哪忙得过来 是不是 我们两个 我们两个 是啊 你在医院的时候 不就我跟许太 我们两个人在这儿吗 我哪说错了 要不还有谁啊 是啊 你们两个合作无经验 你们两个并肩作战 既然你们俩那么好 那叫我来干什么呀 你去把你那个找来帮忙啊 你发神经病啊你 干活干活 是 陶老板 麻油呢 不就在那卤菜盘的旁边吗 为什么不照原来的地方 好好放好呢 就这么一丁点大的地方 你不一转身就拿着了吗 你东西老不规定位 我光找东西浪费我多少时间 你知道吗 一转个身能浪费您多长时间呢 而让您跳芭蕾舞啊 我一转身花点时间 我转回来又多花了一点时间 转过去转回来 转过去转回来 这累积起来不就是一大把的时间啊 击杀成塔这道理你听过吧 那您现在在这儿废话 那么多乱发脾气 这就不叫浪费时间了 谁跟谁发脾气啊 我是在解释道理给你听 这 葱花 葱花 葱花又到哪儿去了 许泰 许泰 葱花呢 你又怎么拉大眼邓小眼的 我葱花呢 我不是许泰 你干嘛你 干什么 老娘不干呀 你生什么气啊你